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突然往同一个方向跑 这现场发生在15号的上海闽航区好事多 大家着急冲刺不是要抢特价品 结账的采购的纷纷丢下推车 拔腿往出口方向跑 会吓成这样是因为当下上海官方宣布 有一位PCR检测异常的民众曾经到过好事多 按规定得对卖场执行临时封控 民众生怕被就地隔离才会没名思的往外跑 即便风控路透等多家外媒报道 大陆民众担心风控措施已经远高于担心疫情 但大陆至今还是坚持执行严格的动态精灵防疫政策 最近两天疫情反弹的香港也升级防疫管理 香港政府宣布疫苗通行证政策进一步加强 12岁以上民众17号开始必须打两剂疫苗才能入境香港 官方同时公告因为香港检疫和隔离安排比其他国家严格 2023年的世界龙州锦标赛将改由泰国举办 TVBS新闻业俊宏林明珍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